1号下午,在超新星运动会开场表演中,有网友对火箭少女101成员杨超越表演《滑水》提出强烈不满,指出她舞蹈动作敷衍,心不在焉。 当节目视频被无线传播时,杨超越本人发表微博,解释了其中原因,她说,自己下午突发高烧,难以以好的状态参加此次运动会直播,因此退出此次直播。 另一方面,也表达了对节目组的歉意,以及为其他选手送上了加油,喜欢她的人表示,超越妹妹杨超越作为新人十分拼命努力。 她编拍戏的同时,也在上课学习表演,的确,杨超越的成名掺杂着心许水分,她动作不协调,唱歌功力很一般,为什么就能顶着女团第三名的名号出道? 难以服众,当时在选秀时,网友的声音都是超越妹妹,靠着一张林家妹妹的脸,配上自己的哭戏,淘汰了众多实力选手,实在有点有失公平,有句话说,任何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,只不过有些人的努力。 可能没有被看到而已,因此,请给这个年轻的女孩子,多一点证明自己的时间,也许有一天,她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实力派,因为看过一些杨超越参加的综艺的缘故,老师说,她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错,依稀记得在某个真人秀节目里,丁丁章问杨超越,把节目名改为成名的代价怎么样,大家猜猜杨超越怎么说的? 杨超越觉得有些腻味,什么代价不代价的,干什么都累,工地搬砖晒太阳也累,只要努力活着并想过得更好的人,没有人不累的,没有人不付出汗水的,累就累点呗,说得很直白,每个字都透着一股质朴,这就是21岁的江苏女孩杨超越,爱她请继续支持她,不爱她,也请不要恶意伤害她,生而为人,人人不易。 请继续嗨